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 又好吃的下饭菜,成本十元都不到 经济实惠又营养 上桌搭配上米饭真的是太香了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 蘑菇,冬瓜,小米椒,大蒜,小葱,瘦肉 首先准备适量的蘑菇 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盐 晃动使盐蓉 放一旁浸泡几分钟 这样一会更容易清醒 接着准备一块冬瓜 用削皮刀把皮去掉 再把里面的瘾盒子刮干净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把它对半切开 再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最后切成条状 最后切成条状 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准备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要是家里面也不能吃辣的 我们可以把小米椒换成红椒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几头大蒜 先给它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和小米椒放在一起 一把小葱 先把葱白部分切碎 葱白部分切成葱段 装入盘中 准备一块瘦肉 给它改刀切小 装入盘中 装入盘中 调个味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香油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淀粉 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然后来清洗蘑菇 一朵一朵一朵的给它搓洗 化水给它清洗干净 捞出来放菜板上 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给它烧开 水开后加一勺油 一勺盐 再把冬瓜倒进去焯水 两分钟 这里加油可以使冬瓜保持颜色不变色 加盐可以使其入点底味 把冬瓜先焯一下水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熟得更快 能节省时间 把它煮至七八分熟就可以了 捞出来装入盘中 然后把蘑菇也倒入开水中 焯水一分半钟 焯水可以去除蘑菇的意味 使蘑菇吃起来更加的纯正 而且吃起来会更健康哦 煎到后捞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 加一勺油 油热后把肉末倒进去 翻炒至肉末变色 把葱蒜末辣椒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加一勺香辣酱 再把冬瓜倒进去 蘑菇倒进去 料汁倒进去 翻炒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大约翻炒一分半钟的时间 放入葱段 继续翻炒出葱香味就可以了 哇 闻着好香呀 看着就食欲满满的 盛出来装盘即可食用 非常好吃的下饭菜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味美 滑嫩多汁 冬瓜吃起来清爽鲜嫩 蘑菇吃起来滑嫩鲜香 里面的肉末汁水用来拌米饭吃 真的是太香了 米饭都可以多吃上两碗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